华灯初上第二季播出后 观众对光酒店的小姐们有更深入的认识 每个人都有暗黑一面 加深预测凶手的难度 华灯初上第二季上月底刚上架 立刻引发观众追剧潮 但看完第二季的观众们不仅没有厘清凶手是谁 反而因为两季角色性格大翻转 衍生更多线索 造成全网热搜凶手 目前网络讨论声浪中 最有嫌疑的有六位 分别是刘品颜、张广辰 杨锦华、谢穷暖、谢欣颖及王百杰 刘品颜饰演的花子有段可怜过往 好不容易脱离私畅聊在光酒店上班 却惨欲里里人客串的坏流氓飙哥 在大雨滂沱时被性侵丢包 所以对照他在警察问讯命案时的行踪交代 格外不合理 我在台风天去河堤看烟水 因为我喜欢雨天 小时候又住海边 台风天就是去看浪 我那天去看下雨玩水了 下雨天对他而言 更应该充满阴影 而第二季末尾最大的证物录音机出现 一句他死了吗 我不是故意的 则被不少网友认为是他的声音 加上扮演刑警的杨又宁搬到林心如楼上后 刘品颜表面为好友林心如担心 但不少网友认为他更像替自己担心 尤其他说了一句 那奶有怀疑过我是凶手吗 脸上的神情相当耐人寻味 剧中还特写他在打工烧辣店利落 斩断积压的镜头 仿佛也带有隐喻 值得一提的是 刘品颜近日在脸书分享去年拍戏合照 竟被不少网友追问到底谁是凶手 连艺人何如云RKEM李明川也来凑一脚 还有网友直指凶手就是你 张广辰在剧中饰演杨又宁的刑警下属 在华灯初上对刘品颜一往情深 多数网友认为他是刘品颜行凶的共犯 为了爱情 不顾值得甘心灭证 最大的证据就是第二季最后 他在下雨天开车狠撞拿错录音机 意外听到凶手自白的凤小月 令人惊讶的是 凶暗受害者杨锦华也是凶手热门人选 这也是多数网友觉得最毛骨悚然的答案 推测分为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是根据第二季 他的非话形象来推敲 认为从头到尾他根本不想去日本 这一点从他与凤小月的断魂夜激情掠吻 以及他对他脱口而出的泪崩心底化可知 我只能用这样的方式 才能再见到你 是吗 那你就杀了我吧 是不是永远就可以记得我 加上他先前曾经自尽 所以有人猜测很可能从头到尾都是他自己加工自杀 只为了报复对不起他的人 另一个方向 则是推测杨锦华在剧中卷入毒品案 他自知命不久已 但整件事件的核心不仅是他 也牵扯林心炉 为了他与林心炉的友谊 也为了让儿子子韦可以有个温暖依靠 他决定保下林心炉 把自己推向危险 他死前布局的所有一切 都是为了把林心炉推向警方面前 让背后凶手不敢轻举妄动 这个方向的预测 让修杰凯饰演的格检 及与他勾结的坏警察 成最大命案嫌疑犯 谢穷暖在《华灯初》上饰演悲剧人物阿纪 沉溺独饮的他欠下高额巨债 渴望有个男人出钱出力救赎自己 加贺美至久饰演的中村先生就是他的服务 但却始终如镜中之月不可得 杨锦华除了是情敌 也是趾高气昂的炫耀者 尤其对方把中村先生的求婚大断戒 像是施舍一般 轻易给他 他收下的当时不仅脸上无光 还有随之而生的恨意 失手杀人似乎是可能的发展 而谢新颖及王百杰这对毒鸳鸯 从第一季就被推论可能是凶手 第二季 王百杰多了靠山格检 更加深了犯案的可能性 尤其谢新颖在剧中几次讲到杨锦华之死 都露出匪夷所思的表情 而第二季的末尾出现关键证据 录音机的女生 也有不少网友认为是他所言 因此也被猜测是凶手人选之一